这女人只有一个工作 就是神穿香奈儿 脚踩布拉达 每天乘坐头等舱 但她并不是空姐 而是想钓一个钻石王老五 从此嫁入豪门一步冬天 然而这事也不容易 她遇到的人 要么是白发苍苍的老头 要么是沉迷游戏的精神小伙 更倒霉的是遇到女乘客 简直白白浪费机票钱 头等舱的空姐见过不少世面 一看就知道女人想干什么 但她没有鄙视这种行为 反而主动提出 给我留个电话吧 那天要大人物登机 我会联系你的 用对方法果然是板功倍 没用多久 丽莎就得到情报 说今天的航班上 将会有一个亿万富翁 她匆匆赶到 顺着空姐的眼神 坐到了一个大叔身边 年龄OK 长相OK 重点是这套定制西装 一看就不便宜 丽莎立刻进入状态 熬住自己最美的角度 用最温柔甜美的声音 跟大叔搭话 无论对方说什么 都放上一串彩虹屁 大叔被迷得神魂颠倒 当晚就带她回了家 伺候更是上头 竟然半夜三更的 就去把证给领了 就这样 丽莎实现了 嫁入豪门的梦想 一夜之间 就从贫民窟的穷丫头 变成了城堡里的公主 专言纪念过去 她当上了妈妈 生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为了笼络出大叔的心 丽莎将所有的精力 都花在了外貌管理上 妆容必须精致 身材必须火辣 每一根头发色 都要保证柔顺有光泽 每一次出场 都必须吸引全场目光 为了进一步提升 自己在名媛圈的地位 丽莎希望大叔 能买下全市最大的豪宅 可大叔家祖孙三代 都崇尚低调节俭 不喜欢浮夸铺张 丽莎惨遭拒绝 却并没有死心 反而有了个好主意 这天她找借口制走女佣 随后拎着锤子走进卫生间 毫不犹豫地将水管砸爆了 她无视背后的水流声 若无其事地换好衣服 甚至抽空画了个口红 没过多久 家里就多了几道瀑布 她轻手轻脚地下楼 随后装作漫不经心地 大翻了一个包裹 带着满意的笑容离开了 她像往常一样 去接儿子放学 母子俩回到家 一开门就看到客厅 成了池塘 丽莎装作很惊讶的样子 吩咐女佣快点打扫 刚好这时 大叔回来了 看到被水泡过的包裹 顿时花容失色 她没啥爱好 就喜欢收藏油画 这副可是她花大价钱 好不容易才买回来的 这下去安晚了 丽莎趁机凑上去 委屈巴巴的抱怨 这座房子实在太烂 水管三天两头爆炸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还是尽快搬家吧 你是最帅的 最聪明的 一定知道该怎么办 对吗 丈夫被她的甜言蜜语 哄得晕头转向 没再扯勤俭持家的废话 直接全款拿下豪宅 带着老婆孩子 风驰电车地搬了进去 这件事瞬间在圈内传开 设计师们争先恐后 都想为丽莎装修房子 贵妇杂志还亲自登门 要给她做专房 丽莎当然不会拒绝 她对着相机侃侃而谈 介绍起自己的完美人生 什么家庆殷实了 毕业于名牌大学了 总之就是顺风顺水 没有意思瑕疵 杂志很快出盘 丽莎名气大增 一时间风光无量 名媛们上赶着来巴结 没有人会知道 她说的每一个字 其实都是骗人的 丽莎小时候 是如假包换的丑脚丫 粗眉 黑皮 打雾子 化妆都拯救不了 就连妈妈都嫌弃她 至于假情殷实 那就更是无稽之谈 她靠着奖学金 才勉强读到高中 上课之余 还得在修车厂搬轮胎 弄得一身臭汗 蓬头垢面 也只能赚到几块钱 甚至有的时候 这钱还没有热乎呢 就被混混抢走了 不过丽莎很真济 她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 拿到了一等奖学金 可以免费去瑞士读书 她干劲十足 充满希望 相信终有一天 能凭借自己的努力 过上公主般的生活 然而 一个偶然的事件 改变了丽莎的看法 这天 她到朋友家做客 朋友是个真正的大小姐 住在奢华的豪宅里 丽莎有些色缩 因为就连家中的女佣 看上去都比自己精致 她小心翼翼地来到厨房 主动和朋友的妈妈搭话 说 您家的厨房真漂亮 我长大以后 也要买这么大的房子 建这么美的厨房 没想到朋友的妈妈 听了这话 居然一脸嘲讽地笑了 她傲慢地说 我祖上三代 都在政府担任要职 而我的丈夫呢 拥有全国最大的 水产运输线 你呢 你妈妈没有工作 爸爸是给人换轮胎的 就算成绩再好 靠上名牌大学又怎样 进入大企业 类似为何的打工 也顶多赚个几万块 还想买房子 一句句刺耳的嘲笑 伤透了丽莎的心 那张脸上刻薄的表情 更是深深地刻在了 她的脑海中 第二天 为了办理去瑞士的 相关事宜 丽莎来到了校长室 没想到一开门 又撞见了朋友的妈妈 那女人衣着光鲜 昂首挺胸地离开了 连一丝眼神都没分给她 校长表情不太好 将申请书递给丽莎后 语气沉重地问她 认识刚刚离开的 那位夫人吗 她的女儿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要动动嘴皮子 就能改变世界 而你和我这样的人 就算付出再多努力 也只能在原地打转 想跨越阶级 校长说话没头没尾 丽莎没听动 她云里屋里地 走出校长室 下一秒 朋友就扑了上来 她高兴地告诉丽莎 我妈妈已经脱了关系 咱俩能一起去瑞士了 原来如此 丽莎一下子就明白了校长的意思 心中顿时被委屈填满 直到今天她才明白 原来阶级差异 是如此高的一堵墙 她愤怒地脱下校服 丢进垃圾桶 既然读书这条路走不通 那就像别的办法 回家路上 丽莎看到一个富二代 从超跑上下来 亲吻了一个美女 她瞬间醍醐灌顶 办法 这不就来了吗 想炸入豪门 漂亮的脸蛋 必不可少 一 planım var ama önce 一 ton var para geçer 丽莎开始拼命工作 给有钱人当保姆 照顾孩子 打扫卫生 甚至会接到 黑老大的订单 帮忙消费罪生 不过 这种危险的活 通常赚的也更多一些 很快 丽莎攒了 满满一袋子钱 足够下一步计划了 她拎着钱 带出门 走到半路 却被混混拦住 那家伙拎着一把小刀 上来就抢丽莎的包 争执中 钱洒了一地 小刀也掉在了地上 丽莎终于忍无可忍 冲过去捡起小刀 用力一次 混混被扎上大腿 痛得脸色惨白 丽莎趁机收拾好钱袋 扬长而去 她的目的地 是整形医院 这段时间辛苦工作 攒下了一笔巨款 足够请最好的医生 做手术了 这之后的故事 大家也都知道了 丽莎变成了大美女 顺利调到金龟去 实现了人生理想 然而就在她沾沾自己 沉浸在无边的幸福中时 过去的阴影 却再一次笼罩了上来 这天 她照例去接儿子放学 身后却突然响起了 一道噩梦般的声音 会骂她老鼠的 只有一个人 她惊恐地回头 下一秒 果然是那个混混 当年被捅一刀后 这家伙就成了瘸子 她发誓要找丽莎报仇 却始终找不到人 直到这天 她在杂志上看到了 丽莎的访谈 图片上的那束花 瞬间唤醒了她的记忆 那是绣车行的学徒 当年送给丽莎的礼物 混混非常笃定 虽然按容貌不一样 但这个女人 绝对就是丽莎没错 她默默跟踪好几天 终于找到机会 报了那一刀之仇 不过这还不够 她威胁丽莎 周五晚上九点 到老街区来 千万不要空着手 否则 我一定会毁了 你的公主生活 为了不下找儿子 丽莎强装镇定 咬牙忍着疼痛 将车开回了家 她不敢去医院 只能让女佣帮忙 草草包扎了一下 她想起混混的话 顿时挤背发凉 不行 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 丽莎开始了行动 第一步 找一家隐蔽的珠宝店 卖掉结婚钻戒 大量现金瞬间到售 第二步 去跟大叔哭诉 说自己弄丢了戒指 提前打消她的疑心 晚上九点 她拿上现金 来到了约定的地方 混混早已恭候多时 丽莎想速战速决 将钱袋扔在地上 说完转身就要离去 却被混混一把抓住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以后你每个月 都要给我送钱来 而且要比这次多 她一巴掌将丽莎打倒 嘴里还跌跌不休 要是现金没到位 我就去告诉你的孩子 他们的公主妈妈 其实是阴沟里的老鼠 这句话戳中了 丽莎的软肋 她能利用所有人 可唯独对这两个孩子 擒住了百分百的真心 绝不许这个人伤害 她随手抄起一旁的钢筋 好不犹豫地冲出去 混混还没反应过来 就一面呜呼了 丽莎大口呼吸 比自己冷静下来 她第一时间开车回家 换掉了沾满血的衣服 接着打开了一瓶红酒 倒在地上 掩盖茅毯上沾的血迹 最后该处理尸体了 二世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 在黑老大家打工的经验 如今竟然派上了用场 她拿着铲子来到花园 收窖利落 动作干脆 盖好土后 在上面种满鲜花 如此一来 再也不会有人发现 这个罪恶的秘密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丽莎渐渐放下心来 回归了正常生活 然而她没想到 混混是一桩大案的重要证人 警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她 不久前 他们找到了混混的车 并在副驾驶上 发现了贵妇杂志 以及丽莎的照片 更糟糕的是 负责此案的警察 多年前和丽莎 有过一面支援 她可以确定 杂志上所有的内容 都是在撒谎 丽莎苦心经营 终于挤进了上流社会 可沉重的过去 却总是拖着她不放 接下来 她要将如何面对警察的盘问 如何守住公主生活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